之前王力宏渣男风波 扫到白兔妹妹Yumi 被指控是小三的她发文回应 认了自己曾经是王力宏的女友 却曾遭李静雷贴出裸照头像 重锤一剂 复杂程度让外界物理看花 但今日却惊传Yumi想不开吞药 被送进医院抢救 一位自称是Yumi的朋友 指出Yumi因为身陷王力宏渣男风波 而想不开吞药 目前正在洗胃治疗当中 从朋友公开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一头黑发的Yumi躺在病床上 戴着黑色口罩看起来十分虚弱 另外一张照片则是急诊室的单子 整团出上头写着 药物中毒 Yumi的朋友更点名王力宏痛骂她 你最清楚Yumi根本没有 介入你一地鸡毛的婚姻 如果她真的出什么事 我绝不原谅 这位朋友也提到 Yumi根本没有介入王力宏和李静雷的婚姻 这件事情王力宏最清楚 来自双人女子团体白兔的Yumi 原本是跳舞 写歌 多才多艺的少女 如今却被冠上小三之名 甚至疑似想不开吞药 令人不顺唏嘘 中天新闻也提醒大家 生命成可贵 请珍惜生命